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绝对是 今天邀请了亨利来用一个读书人的角度 我们也叫田野考察 纯粹向九哥拿一手是鸟 去满足我对于的士业绩的好奇 而亨利亦在九哥身上有很多数据行规情况 方便他写一些文章和发表 稍后会在报纸看到的 哪一张报纸可以说的吗 AM730 那他出了就告诉我们上传播 好啊 其实之前也写了几篇可以帖给你们看 好啊 没问题 转给我们 对啊 我们的行家也很想看 是 因为我可以很肯定说 亨利亦也不会戴有色眼镜 即是如果他要支持就会支持 要吵就要吵 或者他有一些不疑问 我原本打算开头的开场派是什么呢 我记得刚刚开始的士判官的时候 集图都是骂的士 现在也有集图被骂的 现在你们就公平一点 那不行啊 我要做回判官 你也吵一下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我对的士的立场 好 可以 首先既然你说到我的判官 今天也有时间要非常紧臭 Honey会有很多问题会问 大家会在另一个角度去看的士 前所未有那么紧密 是吗 我想大家要放慢才可以听到我今天讲的 不然其实消败不用了 是的 首先我刚刚今天就冲了去东冲拍摄 我东冲拍摄完摄影 回来就乘地铁 接着再转这个全弯线在葵方落车 在葵方落车 我就在葵方的B出口 就是华景山庄走上山的方向 就截了一团的士 例如丽景站 例如丽景站 对 例如丽景站 只要有的士 就叫他说我由丽景站乘车回官堂 我竟然被拒载 我想让狗哥看一看 我们先看看 这里就是丽景站向山方向 对 司机就说我傲眼狗 走错方向截车 他应该走回落山方向 就是最理想的 所以我出品站 看到车是截直 那你见到前山上路 没错 但是他的原因 就是他特意在那里 就等车去到全弯方向 哦 那我说司机 你不想站起来 你回来 那时候 那是什么钟数 那时候是5点35分 应该 交流了 不一定 可能有6点 是 但是老实实 我也很想培养搭的士的文化 亨利 你说我没有错 如果我在 你第一个敢说 这个节目这么过瘾 我坐的士不骂 我马上去找个的士来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今天很生气 刚才有个的士来骂 让你解释 为什么我没有错 你老板 八九多元之期 130元 然后我又觉得阿迪都骂 Gateway 你现在变成了别人 整个的士行业界的 reader ьте 是啊 我又要بد 而且 我們同時主持人的會 他們去解釋一下 所以我們和司機總會也說明我們有這句說那句 這種節目也是從從底總愛心基金會獨家贊助 定是我們這一 Had 香港出を連接經,就是我們去 walking Estoy族路或者走長了 那麼我也是正在去九龍 我原本就是想ir clú effet承國族 駕駕駛上環駕過普遍 希望可以避開式,讓駕駛途經遊戶特 走過來了 現在我在麗景搭車去觀塘 我怎知道你等於搭車去荃灣 首先如果你這麼趕時間 或者你真的不懂路 其實很多人都說我誰知 我跳了來看見的士就上了 我怎知道你上山下山去哪 我當時司機沒有說謊 他是想交間交六點回荃灣 我們俗稱的轎炮也是這樣做 其實你當時看到第二輛的士嗎 或者對面他有沒有教你 他叫我教你對面 我上了一輛車後 我老闆也不能離開 我是一個很受公信力的 的士題材的網台主持人 你夠膽不想載我的車 我就掃了一輛車去抽 我懶得空氣消 因為我趕著回來交片 給阿俊剪片 你明白嗎 明白 唯有可以說 我想說一件事 他沒有蓋旗 是的 我知道 因為他蓋旗 誰會上去呢 你也不會上去 沒錯 只可以一句 有時候我們的的士人說 沒有辦法了 你不幸運了 又要撞正你的 是的 這些屎 當是屎 其實不是什麼屎 其實往往是這樣的 我上下班 就是你這些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有百多元 我不肯是扔 你不肯是扔 四人反方向 但是一來 失車 又不是很失落 今天完全上去 他很幸運 二來就是 他一天遲了交車 就可能他夜間炸營 他有他去苦衷 如果他不是這麼不禮貌對待 他最有狠邪 當然他非常之有利貌 我也試過 上車 然後他載了我一個加一個 不行 我真的急事 其實有這些招 有這些招 但是他講得很誠 我都相信他 那我快點走 因為我怕不出事 我都試過 那客人就說 剛剛有公廁 我真的不想再去他 我看到公廁跟他嚇出聲 我說你去吧 我按停錶 我真的餓了 我又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有的士人 好像這位的士司機 他真的要向西濱走 他真的要去荃灣交車 他真的六點鐘交車 他可不可以把六點交車往荃灣 蓋在那裡 不行 絕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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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犯法 展示不適當的記號 OK 其實也是沒辦法的 他一定要載我 其實是一定要的 法例上就是要選 我只是走到另一道的人情 即使我們都說過 如果他蓋了旗 你走過來跟他說 荃灣對 他已經是犯法的 因為你蓋了暫停在下 你不可以就這樣 你跟他做了訪問之後 他拔起之旗 已經是犯法的 何況他說要指定的地點 就一定是犯法 明白 這位叔叔其實很老實 他也非常有禮貌 即使我還未踏鎖之前 他也是很有誠意 不好意思 我其實真的想這樣 但我覺得他真的做得不對 法例上也是這樣 法例上是 他是不可以拒載 你不可以就趕快去站頭 交車 你不要在那裡等 所以我們這些就是說 有時候你不幸運也要硬吃 他又說 在那個方向 是人都會向荃灣 我不等於你走到棺頭 我趕快他真的有儒果嗎 我真的招惹爆頭 你有沒有做過這樣的問題 沒有 我現在很久沒有達的地址 為什麼呢 我之前在另外一個節目有說過 因為不想受氣 既然不想受氣 我順便發覺 原來經常不搭的士 會省很多錢 於是就沒有搭 以前我是的士的支持者 我回去天天都會搭的士 但現在我想一個月都不能搭一次的士 我們首先說 你的節目有聲音 其實我們的行家已經是瘋傳 你過一集 但還是不夠後 不如再說一次 每個人都說了我們行家的心聲 大家都很開心 原來多一個都明白我們的 這個台不是每個人都受的了 另外亦都這樣說 其實我又不是真的幫九哥做的士路 因為我支持UPA 有UPA我一定會搭 雖然我現在都很少搭UPA 但不搭UPA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不支持UPA 而是我那區經常都沒有UPA 等到18分鐘 18分鐘不如下街 肯定可以搭到兩輛的士 所以這是一個考慮的問題 但我為什麼上來做節目呢 最主要我覺得 坊間就住的士的服務爭論 或者加價爭論 實在是太低水平了 坊間有這麼多的節目 這麼多的議員發言 事事評論 沒有一個講到合遵 我很有信心說 沒有一個講到整個問題的合遵 所以我今天就要上來 因為我自己一個講的很無印 你起碼有一個的士業 就像你一樣 我坐的士不留一局 我立即有一個的士 我想講一些建議 或者我的一些看法 我也希望看到 狗哥或的士業 有什麼回應 明白 先看一段影片 是 如果這個罰則加重到很遲 一個通脹 至少五萬元的話 我相信也不會有白牌車 香港人不需要有白牌車 我們的士提供的服務 一樣可以滿足到市民的要求 滿足不到 我作為一個乘客 坐都沒有問題 坐都沒有問題 法例真的沒有監管 OK Uber這個平台 本身也是真的沒有法例 可以說到是有一個… 合法還是不合法 對 就是科技超前了法例的需要嗎 超前了很多 不只是滯口那麼簡單 但在執行上 是周星馳一套電影 一對很經典的對白 用明朝劫斬清朝的官 下午三、四點起中環 在的士站等 可以給三輛的士拒載 原來我的紀錄不是很厲害 原來曾美華的紀錄是六次拒載 沒錯 試過陪我去一個地方 她的街口扔下我 我最高的時間走得很遠 我心想為何你不送我門口 因為她已經截了你一口 她就會很快想把你扔下街 如果你說合法化她 就對我們的的士不公平 那的士… 你能否覺得你阻止別人 進入市場是你們不公平 這些叫Rent Seeking 的士這個牌是由政府發出的 我們不斷在這裡說 Uber合不合法化 但又說一下她再合不合法 她再絕對是不合法 其實這是有極少數的 好像你說她最… 我都不是小數 你聽聽我們的原理 總之我們的審批需要 就是你要有營業紀錄 我們才可以批給你 公司營業紀錄 還是個人營業紀錄 車的營業紀錄 車的營業紀錄 一定要找一個有牌的人 駕駛收錢 駕駛還是駕駛 如果駕駛駛 如果駕駛了我就犯法 駕駛了就犯法 駕駛了就犯法 不駕駛申不了 那你怎麼樣 還有你運輸署 好了,翻圍 當然這個節目 有很多東西可以討論 但我們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所以我只會集中想說 我想說的 第一件事就是 剛才的士代表 然後狗哥也認識 即是誰的士代表 剛才中間 有年輕人 瘦一點 說話不是很準口音 那個好像是某車行老闆 我真心想 你是的士業界 接受傳媒節目訪問的時候 找一個是聲鼻掣 我不是說他不英俊 我不是說他不 design 但我不是說他那麼爾目可討 說話是刻認識 說什麼 這個是nan class 這個士是合法 cucy螢 crimin 當然是不合法 但是少數 我是一般香港市民 我聽到當然很猛 因為你經常遇到拒載問題 我覺得Uber方便很多 或者服務比你很多的士 你們的士服務就是差 你聽起來很不舒服 你把所有的市民推去你的對立面 我想說這傢伙在賭你的米 我知道這是你的朋友 或者起碼是同業 你就不好意思去說 但我只要代表你們的士業界 麻煩你們自己圍繞開個會 選個英俊仔仔 詩詩正正 有聽這個的士司機判公節目的 接受這些人去挑戰 因為這個節目開始找這個人 當然有四不定人去挫他 你猜到他們說甚麼 社會說甚麼拒載 車車不太差 說粗口 煙味 Uber服務好 法例不合時需要修改 你想想剛才找一個經濟學者 這些叫尋租行為 這些叫做倦司機 你當然是阻礙我這個社會公平 那些沒人認識的 這些當然啦 其實你應該找我 但我立即收他皮 倦司機是當然的 現在那個社會的制度 就是容許爭取的士業界權益 反過來 那些工人罷工都是倦司機的 那些發起甚麼社會抗爭 其實你某程度上迫那些都是尋租行為 那這些你不會罵 你就是罵的士司機 這些全部都是很廢的 所以純粹拋一下人就可以 你遇到我的讀書人就拆穿他 但重點是 你們遇到一些 你一早就知道會講的問題 我剛剛也想說 你也遇到一些摩托安薩的 是啊 如果你有這樣的女人問你問題 你怎麼回答 我們截車經常都截不到 因為入戲那裡麻煩 我們要下班 一、兩間制 那政府可不可以 變三間 開房間的氣站 開房間的氣站 那些氣站就統一價錢 不要又高又貴 甚至乎要罵一些事 我剛才跟九哥說 你經常都截不到蓋地 我說對的 那些的士司機 你們以後截到一個過去的客 你最好當然是載他去過海的站 免費送他 你沒有空的 你都教他怎樣走去過海的士站 然後告訴他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真的有某些原因 但我聽不到你過海 你做這些事其實已經駕駛很遠 至少告訴觀眾 別人的電影也好 我們會怎樣做呢 有時候有些手足 譬如說 我要下班 剛剛接著夜間 不如叫我手足來接你 小姐 我醫生免費的 我經常都說 最重要是安置到客人 可能銀兩句 但起碼他都未必去到投訴 甚至乎反面 不過我想跟兩位談一談 我都見過很多仇敵人 或者的士的乘客 他都會永遠都答應 我要過海 你一定要在我 法例規定你 是不可以拒載的 他用這個來講 事實上是 那是你規定的 的士司機 從來的問題都是這樣 因為今次未必夠時間 從來的問題都是說 我是的士司機 我是的士客 我明白你的的士司機不高興 我有什麼方法令你高興呢 反過來 我是的士司機 我是不滿意你的 但我有什麼方法 可以在我接受的情況之下 安撫到你呢 這個就是問題 我當然知道一樣東西 足夠法律 我剛才很不滿意 這班主持過 他說 你Uber不合法 你拒載 難道是合法 反過來說 你經常說拒載不合法 逼人來 你回答Uber 你有沒有報警 你懂得回答海底 你是拿去警署叫人 你回答Uber 你應該叫Uber 你現在可以去警署 我已經要舉報你 因為你是不合法的 你不可以雙重標準 全世界都知道有些法律 所以我想說 我不是完全撐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要趕時間 即使司機說 加二十我就去 你給他 有關錢的問題 我們可以下一次再說 但我心想說 人情大家都知道 我當然知道 我一定要載他去過海 我當然知道 他以為不爆粗 不是爆粗 總之他有諷刺我 令我不開心 是合法的 我可不可以令到這些 這就是我一直覺得 這些節目應該要做的事情 但他不是 他經常說 你開放市場 你就引入Uber 你看現在的法律 多不合法 你不要阻止人家加入市場 你對於社會不公平 我心想 你又何嘗對的士牌 公平 這些人是沒有同理心 意思是為什麼 他自己穿了 對 他穿了 你不想想 這個情況就是 我為什麼要尋租 我為什麼要阻止 Uber 發發 這些狗哥不好意思說 因為他記得利益團體 我不是 我可以說 我如果有一層樓 八百萬 現在跌到五百萬 我正在供 我要付資產 然後現在政府還說 我現在會有一個新的措施 這個措施是會令到人人有樓 不過你層樓就會跌到二百萬 我都出來睡街 我都去衝擊立法會 很簡單 這件事是和我撤身的 身家、性命、財產有關 搞完這件事 我隨時要考慮 跳樓、燒炭、自殺 你先不要說 你蠢 高峰的時候 接火棒買了一層樓 現在跌了 現在跌了 你便該死 不是 但我要這麼說 我現在沒有說我不該死 我用盡我的方法 去捍衛我的權益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捍衛的權益 就是對社會不公平 你這個社會 何時有對我公平過 這些是完全沒有同理心 純粹是用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 很簡單 該死的 現在這個立法會 是沒有民主 就是個個都當你們一般市民死 個個都是官商勾結 和地產霸權勾結 你不要批評人 因為你覺得 只要以自己的利益出發 所有東西都是對的 完全不需要同情其他人 不需要體諒其他人的時候 不要說這些 不需要理人的角度 大前提 我們要明白 在現有的局限之下 究竟有什麼可以做到 事後而先 你說我們開放Uber市場 引入一萬個新的的士牌照 那就解決了問題 很簡單 因為我跟他說 其實要解決的士司機 很不滿意的問題 都很簡單 把你的副身家捐出來 然後分給那一萬八千幾個的士司機 每個人都收到錢 立即過一天就申請好了 每個人上車就吃一塊 你賣了你的房子 或者將你所有的身家性命財產 都拿出來分給司機 就可以了 你現在的說法 引入Uber的士司機 我不是說不行 我也支持Uber 但如果我站在阿九的立場 我當然是跟你四個 你現在跟我的身家性命財產去參 所以我從來覺得 這個分析是基於什麼 你要基於現實考慮的環境 你可以做什麼 現在的士路 我經常都說 用單程證問題 你什麼都複雜單程證 當然可以 如果政府說 我不批單程證 那怎麼辦 那你什麼都不需要做 我站在阿九的立場 如果現在政府 是不會發Uber合法化的 是不會增發的 那你可不可以想到一些方法 去改善這個問題 所以我剛才想強調你講了這麼久 就是 根本剛才他們做的事 是完全沒有見識性的 是沒有見識性的 是沒有見識性的 因為我的職業問題 我去保持我的認證 我會有人投訴我 OK 你純粹就是桌樓 那這個叫什麼知識性的事務 不是純粹是宣洩 就是講粗俗一點 這個就是公廁 大家隨便說 輸唱了 那就完了 有沒有改善呢 沒有 但改善的問題在哪裡 下一節再講 好 我們可以再講一會兒 再講一會兒 給你多一點點 給你兩個問題 你再問吧 是 我等一下再問吧 我們剛才說 我們這麼低質素的的士本節目 我們有時候都給了一些意見 一些意識性出來 剛才那些 又是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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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好像八婆在那裡 喊家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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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士好像是痴瘡 那我就這樣 那你的的士 那些壞客就是屎 我又不想輸 那你都要上來 那怎麼辦 你就是那些嘔吐物 我要掃你 但我趕著做生意 又掃不到 整輛車都是這樣 你這樣的侮辱 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很低質素的東西 是 當然 我這裏也講完 很簡單的一件事 為何的士服務態度差 其實可以在另外一個節目 給我講 就是很便宜 還有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開了一檔生果店 賣橙的 橙的成本就不蠻 你問 現在的法律規定 你只能賣三個半 三個半 應該是這樣說 法律是要看那個人 究竟他的經濟能力 他很有錢 那他賣20元 那你可以賺10元 原來他沒什麼錢 5元也要賣 那如果你是賣橙的那個人 他拿10元來賣成本5元的橙 你是不是很開心 如果那個人說 很窮 我只可以拿5毛錢 但法律規定 我一定可以用5毛錢賣橙 你是不是會欺負他臉 沒有錯 為什麼一個生果檔 有一個人拿5毛錢賣橙 那個生果佬 如果要被迫接受這件生意 他可以欺負他臉 的士也不能欺負他臉 歸根究底 都是因為那個的士收費 現在太便宜 還有一個問題 我想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的士司機其實是一個個體戶 就是打一門做生意 其實跟你說的買產問題 是呀 他是要自己計算一條數 我要計算支出 我的成本 他一天就要賣100個橙 才賺到錢 沒有錯 是要賣100個賺到錢的橙 然後你現在逼他賣一些涉本的橙 沒錯 他不是一個狗巴司機 他什麼人再進去 不能飛站 還要準時 他不是一個打定工 他是在做生意 這件事是大家都沒有同理想 然後你最慘的一件事就是 有些立法會議員 我上次這個節目 我沒有聽到 九哥說再過譚文浩 還有誰 梁家傑 梁家傑 然後我第一件事 立刻就問他一個問題 他有沒有給貼士 沒有 他有十幾萬一個月 立法會議員 你知道的士司機的人工其實不高 然後你是一元的貼士都沒有給 你這幫政客 我真的心裡心肝頸漂亮 兩個穿西裝 我剛才問完九哥他拿了一個數據 他不是沒有數據 不過可能他沒什麼說服 你下次打一張單出來寫著 這張是徐家傑 他說現在九哥教我 現在香港的生活指數 就是成本指數 是全世界排第一 剛剛的 的士的收費是排全球第77 你想想 你一看已經知道 然後的士司機的收入 或者的士的收費 就肯定是偏低 如果你是一個關注基層的人士 你去搭的士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給貼士幫助的士司機的生計 你沒有 你就是假人假意的PK 我先說一件事 我完全沒有跟Honey夾過 他要請你上來一個純粹發表的個人意見 OK 所以你不要以為我特意 肯定是來拆你的的士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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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不夠 我下一回合才說 我遇到的士路 真的很難受 不過這個可能下次就好 好 我們先去的總通訊站 然後在第二節我們會訪問 的總的三個巨頭 他跟大家說說的總究是什麼 以及的總的背景 大家可能會問的總是否染紅 或者他們做什麼的 是不是收了什麼的錢 要做什麼統戰 我要說一下 的士佬為何會是建制 原來有得解釋 是嗎 先過來聽聽 不是 我就是問的總的 現在立法會討論的士事務的時候 有沒有人幫你們 他說建制是有的 法民一個都沒有 他們遞信 下來收信這麼簡單 收信都不收 我真的覺得很悲哀 我搭的士現在雖然不多 很多都聽網台 聽什麼 不是聽蕭沙江 總之網民都是撐民主的 全部的士司機都是撐民主的時候 你們的泛民就把的士司機撐到外面 我心想 我是的族 當然 狗哥可能他不是耐心 他不是染紅 他是染紅的 但如果我是狗哥 我真的沒有理由投泛民 投泛民什麼 打破自己的泛民 當然是謀工聯會 不是 投自由黨 因為最勇猛的 守護的士權益 好像是易志明 易志明 但問題就是 我也想投你們 我們聽慣網台 每個人都是撐泛民的 或者支持民主 我怎麼撐你們 你沒有一個撐的士業界 結果我如果投你們 就是我賭自己迷 那你就會浪費 是啊 真的夠時間 要去那個的總通訊站 然後休息回來 去完第二節 或者第三節給阿燈你在將所言 各位 又到的總通訊站了 我們今天會說什麼事不宜遲 真的經常都不夠時間 就說我們的總有個醫療保障的 有個優惠的 就由可以去那麼多位 一定要記住 拿著你的身份證之餘 就要拿著會員證 就去這個卓健醫療中心那裡 他們就在全香港 就都幾多分譜的 中心那裡 提供這個接近半價診金 綿藥費 大家可以上網看 甚至乎現在 大家可以看看 留下這幅圖 手足麻煩 出了第一幅圖 就可以見到 卓健醫療中心 他們有以上 去到大圍都有的 他們去到你們 只要記住 提多你們一次 出示你們的會員證 這樣就可以有個優惠的了 OK 回來了 我亦都在這裡說一下 近期有兩個師傅 怎樣呢 他們都是會員來的 但是他們需要的援助 都幾緊急的 就是他們不知 為什麼會受到 食肉菌的感染 有一位在手 有一位在陰囊那裡 需要截資和撤除 近期就多了這些危疾 但是的總也會提出一個特別的援助 給他們的家庭 或者他們的司機 你都知道了 因為這些那麼大件事 他們的工作 就一定要暫停頗長的時間 所以在這裡呼籲 這麼多位會員 司機 對車廂或者自己身體的健康 就要留意一下 如果見到有些朋友 尤其是現在的流感這麼盛行 大家就不要說害羞了 如果那位乘客沒有戴口罩的 你就開窗 保持車廂裡面的空氣流通 你說的總 現在已經近期很多醫療機構 就跟他們接觸 就說會有什麼優惠 有什麼 尤其是驗身 那樣的總 就要很積極 現在正在跟進 我想說一宗案件 很有趣的 有一間醫療中心 它有做疫苗的 就說 生蛇 大家聽過 生蛇都會 原來對我們 大家都知道是免疫力 其他很多地方 就好像近期 早幾個月 去年 鱷魚都生過 它就原來 現在有一種疫苗 可以防止生蛇 那為什麼它會跟的總接觸呢 它就說原來高危 就是五十多歲 我們的士司機 大家都在這個年齡層 所以就說 咦 大家正在研究中 而的總 就會深入研究 這種所謂的疫苗 和這間公司 如果可以拿到他們的優惠 就會半價推出 這樣就跟各位會員 打這個疫苗 最後 都是要呼籲一下 那麼多位會員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要登記會議之餘 要登記會議之餘 就要登記做選民 為什麼呢 剛才我們都看到 那個節目 業界代表的表現是怎樣呢 大家有目共睹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 有一把聲音 一個能人 可以代表我們業界 可以進入議會裡 將我們的心聲 我們的苦放 或者一些建議 有用性的建議 有建設性 帶入議會裡面 讓政府和有關官員聽到 可以更加他們聆聽到我們 不是好像連信都不收 見都不見 然後就在那裡亂噴 希望大家 呼籲你們的親朋戚友 登記做選民 至到7月 希望大家把握這個公民責任 你可以幫助到業界 幫助到自己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 下一集我們會說一些 應該是挺有趣的話題 好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